季節 師傅,我去年的時候 製造了一個行李箱 還不能夠 有得做的,很小事 大約15分鐘就可以了 我的工作需要 一年來講,有七至八個月 都不會在香港,所以 旅行李箱的損耗很大 早年來講,因為我經常用到 一年都換幾個 其實都有一個很重的成果 後來就開始嘗試自己製造 這個瓶子要用風筒 吹軟了膠 然後慢慢用手指 或者用一個波 將這個瓶子推出來 時間關係,我用一個熱風窗 溫度比較高 不要吹太久,吹軟了就可以了 用手指去感受一下 吹軟了之後,最好用一個網球 推出來 這樣就做好了 那你收不收貨? 讓我看看 好厲害 我的行李箱終於做得回 耶 這些行李箱大部份 都是用一種合成橡膠做的 這些合成橡膠 裡面有些索化劑 隨著連裂日之後 就會慢慢氣化了 這樣消失了 橡膠就會裂 就會粒 就會粒出來 當沒有這些橡膠之後 就會推得很大聲很吵 首先一定要鋸掉它 還有這些行李箱 一個壞的話 其他都會夠其 換成就全部一起要換 家裡用手腳也可以 那我時間關係 就用機器 接著要換這些盤子 這些盤子 在香港就不容易買得到 而且很貴 可以在淘寶網 就會找得到 一支螺絲 這些在香港五金店 都可以賣的 叫做傢俠螺絲 這些盤子最重要 就是對得對 原本的位置 這樣扭下去就可以了 扭緊它 這些是原裝行李箱的小碟子 這些全都是塑膠的 這些小碟子 唯一最大的好處就是輕 但壞處不耐用 推一長時間會融解 而淘寶可以買得到 大部份都是這些 啤零碟子 這些會很耐用 一個盤子會給你的行李箱送 要耐用 唯一的不好處就是坐 如果整個盤子都不見了 其實都可以買的 這些在淘寶都可以買 但這些比較麻煩 會有很多不同的外貌 要問清楚 還有會分左右 一定要跟淘寶店好好溝通 量清楚 這樣就不會浪費錢浪費 師傅 這個手柄好像有點鬆鬆 那可以自己怎樣剩好它 你先檢查一下 是不是螺絲鬆了 但有時用得太久 裏面膠爆熱 要換一條手抽 可以找一個大小的 換上去就可以了 很簡單 像這些密碼鎖 其實換得很簡單 是兩顆螺絲 這些鎖在哪裡買 可以在淘寶網 很容易找到 兩樣 輪子和手柄 手柄因為行李箱比較負重 不斷拉 其實手柄是最脆弱的一部分 長時期超負荷 可以斷 經過剃扣 人們很喜歡 拉乾手柄 拉乾手柄 一咳一咳一咳 拉上斜路 其實來講 這些撞擊 其實對於這些塑膠 是很大傷害的 過一兩年之後 這些膠 經過不同的天氣 脆化之後 再凹多幾個 這樣就爆了 一爛了相當難搞 因為五花八門 可以數到一千幾百款 所以現在爛了手柄 是很難搞的 行李箱其實是一種ABS的塑膠 它預計你是推一段很短的距離 如果你是推或者拉一段長距離的話 其實那些膠是因為長期的磨擦就會溶了 一溶了的話 它就拉不動了 硬拉的話 整個行李箱就會掉出來 四個行李箱其實就是 預計你是平推 但是很多人都會是拉的 即是兩個行李箱碰地的拉 長此以往的話 那些行李箱是磨損不平衡 那些行李箱很容易會鬆 因爲所有重量集中在兩個角落 動一鬆就好如爆斷 那些行李工人推上飛機 或者是推上行李車的時候 那就是扔 那些拉鏈鎖 大部分都是塑膠做的 扔兩扔的話 那拉鏈頭是會扯爆把鎖的 過美國的時候 和加拿大 硬性規定一定是要用人手 檢查所有的行李 那些行李箱不是用PSA鎖的話 當地的行李檢查員就會叫爛把鎖 之後他會給你一張紙 因為檢查過 爛了是沒有賠償的 反而名牌行李箱的密碼鎖 扔兩扔真的有機會走位 便宜行李箱的密碼鎖 一是會難很少會錯密碼 因為便宜行李箱 專門有一個階級 一個階級 專門改密碼 貴行李箱一個鎖 就已經做了開箱和改密碼 那些反而容易密碼會走位 很冷的地方的話 最好盡可能用一些布側的行李箱 冷的地方 是會變脆的 行李箱的溫差 可能由室內正20度 去到零下幾十度 溫差50度 如果是膠的話 就會即時爆裂 布箱用途會較廣 因為它有彈性 但布箱有一個問題 最大的弱點就是拉鏈 很漂亮的拉鏈 長期拉鬆拉鬆的話 很容易會斷 或者爆開 便宜的行李箱的拉鏈 令到素化劑沒有那麼容易氧化 用之前 加一些機油在軸心上 推的時候更加順滑 沒有那麼容易 走走走走走走 會掉出來 或者是溶了 或者其他意外 其實如果拉久了 不順的話 很多人習慣噴WD-40 但WD-40有潤滑作用 但最主要的作用是脆油 會令到原本的機油 都會分解 謝謝你師傅 那我明天就可以去旅行 其實旅行行李箱 是一些很耐用的物件 大部分的旅行李箱零件 其實買都不是太過噴爛 除了手抽之外 是比較問題大之外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做的 就是一做就做 不要那麼浪費 就是愛護多點這個地點